美食永远流行 玩乐 才过fashion 来当一个A咖的时尚玩家 欢迎收听时尚玩家的单元 今天要带大家到哪里去呢 Oh yeah 继续带大家到花东去玩咯 翻过一座山 好好呼吸 慢慢吹风 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 有山有海 依山傍水的 想要亲近大自然到哪里都很快 不过夏天不一定要跟大家往海边跑啊 你可以到郁郁苍苍的花东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上一集的时尚玩家跟着在地人一起玩 但是还不够 花东的美呢 值得用三集时尚玩家来介绍 有些地方或许你还不知道 有些地方呢 你非去不可 最新最酷最美的秘境 都在这一集的时尚玩家 清晨 寿孤兰西河口南面最大片的海滩就开始忙咯 细沙跟小历史组成的黑沙滩是太阳部落 那也是晋浦部落还有临近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人的钓鱼场 凌晨五点左右 天还没有亮 就开始可以一路的钓到日正当中 通常呢 天气越好 钓到鱼的几率就越大 这里呢 还有一个隐藏版的景观 成群的阿美族人带着头灯 手拿三角网站呢 就在这个 海浪之间来捞鱼苗 这个景象要在冬天的半夜才看得到哦 另外还有一个 渔船到不了的港 那渔港里面呢 有渔船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呢 乌石鼻这个超级迷你的小港口呢 竟然小到没有办法让渔船进港停泊 也让这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画面 就是呢 你要靠竹筏在渔港和停在港外的渔船之间 来回的接驳渔货 那不过呢 乌石鼻港小归小 但是盛产好吃的野生龙虾 民宿业者都会特地的来订货 非常的抢手哦 那除了好山好水之外呢 当地的文化也要好好的感受一下 可以来到台东的铁花村 其实呢 铁花村并不是真正的村 而是一个以音乐跟台东好物市集为主题的人文聚落 每个礼拜三到礼拜天晚上的音乐表演 以原住民音乐人和独立创作为主哦 气氛呢 是轻松愉悦 总是让人意犹未尽 那礼拜五到礼拜天 草地上的曼氏吉 则是集合了来自台东各地的 手作达人跟小农 在这里选购纪念品 伴手里最有道地的台东味了 其实呢 你都来花东了 那太鲁阁的这个追路古道 一定要来挑战一下 追路古道全长十公尺 其中最有名的路段 就是仅靠整片追路段来的狭窄步道 这里呢 去年才开放 其中也有一段旁边就是大理石段来 往下看就是立雾溪谷 那景色呢 是非常的壮丽啊 所以呢 又被叫做是小追路 全长只有650公尺 散步30分钟就可以轻松走完 而且还可以串连风景都很美的沙卡当步道 CP值超高的 刚一连串全部都是景点 差不多要好好坐下来吃个东西咯 662食堂呢 就位在台肥海洋深层水园区的大门口 低调的日式建筑设计 就算是在地的花莲人 也不见得知道有这么一间好餐厅存在 那之所以称为662食堂呢 主要是台肥抽取深度662公尺的海洋深层水 来养海藻 鲁鱼 白虾等等 那因为深层水的水质比较冰冷一点 矿物质高 养出来的口感跟营养度呢更是厉害啊 全世界有四大海藻 台肥就养了三种 其中有一种叫做石唇面 好那这就是夏天最消暑的料理 碧绿色的面条是海藻石唇的原色 撒上蒜酥搭配酱汁来吃 就像是更健康版的蕎麦面 另外呢深层水鲁鱼更是不能够错过 看是要做成生鱼片还是清蒸 椅叶干或是煮汤 夏天还有泰式酸辣 超级的开胃 以上就是今天时尚玩家的私房行程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见啦 上山下海走片天下 时尚玩家只想喝啦 本单元详细内容 请参考最新一期时尚玩家